欢迎收看113年4月27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立委黄杰成立高雄服务处 地点就选在选期的镇中心 是前进区的一栋透天错 而且临近捷运站 希望选民能够方便到达 服务也能够更周全 虽然服务处开幕时下着大雨 但还是吸引不少民代和民众到场祝贺 遇水则发 从高雄市议员成功转战立法委员的黄杰 成立高雄服务处 许多过去的议员同事和支持者 都冒雨前来祝贺遇水则发 现场也变成了小型的拍照会 黄杰因为他本来就很优秀 受到乡亲的支持 他现在去中央当立法委员 那我相信他一定会为我们高雄争取更多的经费 好时间 好理智 好所在 我们有一个好理会环节 共有环节 博物处 今天心理 在议会场的一些论述都是 非常的有逻辑 然后呢论述非常的好 我相信他服务也非常的亲切 地方的所在像我们的议员 地方的所在我们跟黄杰都会配合 然后中央地方一起齐心合作 一起为高雄市民服务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高雄队在我们起麦市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高雄绝对会更好 台湾绝对会更好 3 2 1 请揭幕 黄杰的高雄服务处是前进区的一栋透天措 他表示这个位置刚好位在选区的镇中心 而且临近监运站 他认为服务处设在这里 选民来服务处很方便 他的服务也会更周全 那其实前进区过去是比较少明代会选择的地方 那我把服务处放在这里 其实也有个很重要的意涵 是希望把大家串联起来 让这个服务不露接 所以把这边也有一个明代的服务处 其实让所有的选民你不管去哪一个 你在哪一个行政区都是找得到名义代表来帮你服务的 我相信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服务到府 所以今天服务处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我想要请大家为了他在中央的表现 还有在地方服务的热忱 给他帮我鼓励一下好不好 从2月1号立委正式上任 到现在不到三个月 黄杰就抢占媒体版面 黄杰表示这段时间他都战战兢兢 度日如年 提了许多法案和质询 他也没有忘记要为高雄争取建设 像是捷运黄线和推广棒球运动 才两个月对我来说好像已经过了很久 因为每一天都是非常像是个战斗营 每一天都是行程非常紧凑 然后从早到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高强度 也高密集度的 搞到整个接到我们田里面的帮 相信他也能做田里面的理念 和带我们这个学区 整出福利建设 我们的黄杰立委一定会在立法院 帮我们高雄市严格的把关 争取我们非常多的福利 更上一层楼的黄杰人气不减 更不怕大雨来浇息 服务处虽然迷你 但充分利用空间 黄杰希望民众有空多来服务处喝咖啡 一起为守护台湾建设高雄而努力 记者张世民赖昌邦高雄报道 庙宇的用电量相当大 高雄市民政局就辅导高雄一城堂观地庙 将灯具全面态换为LED灯 并且加装太阳能板 减少将近五成的电费 另外参乡民众也可以使用电子支付 来添香油钱 连外籍观光客也可以使用 转型为静灵环保的寺庙 进入高雄一城堂观地庙里 除了室内照明用的灯具之外 还有许多光明灯闪耀灯火 这些灯具的电费占庙里支出的一大部分 在高雄市民政局辅导之下 将灯具全面态换为LED灯 并且加装自用型的太阳能板 减少将近五成的电费 都外在LED的 所以我们这个电费 可以选四成到五成的量 所以我们这个幽极 用这个太阳能 幽极怕这个没电 还是暗时我们暗时所借的电 都是用这个太阳能 所发出来的电 另外信徒在天香油钱时 除了现金之外 也可以使用电子支付来天香油钱 除了没有现金保管的风险之外 也不用耗费人力清点 而且连外籍的观光客也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没有希望现金流 现金流 最多的 因为三成我们人力浪费 所以我们都用这个QR库 我也看到一行任务 就是来配 可以电子支付的 其实可以除了节能简单以外 也可以减少接触 至于庙里常有点香和烧金子 产生空气污染的问题 高雄一城堂关地庙 则推广以米代金 参香民众可以选择金子或平安米 大幅减少金子燃烧量 也可以捐米住弱势 香炉部分则减少到两个香炉 并且实施一炉一支香 让庙里的空气更清新 你要投这个在里面一百块 还是要扫这个扫描 扫描扫扣 然后你拿了这个平安米以后 就放在神桌前面 请官老爷给你加持 这平安米是要让你拿回去 吃平安用的 说吃了会健康又平安 那也期待在师傅跟宗教团体 共同努力之下 为实现净铃排放的目标 那贡献心力 因应净铃碳排的趋势 高雄市民政局福岛寺庙 实行以米代金 节约电源和电子支付等 超低碳祭祀 保留传统文化和创新的方向努力 转型为净铃环保的寺庙 记者赖长邦高雄报道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高雄轻轨成员之后 运量增加不少 但是也查到补票的乘客也增加不少 高级公司研判 有部分民众还不太熟悉 购票机制会再加强宣导 上下车都要刷卡 另外轻轨离载内战 以及哈马兴站之间 也会事办两个月 深夜加班驱肩车 希望在辨民服务方面 能够持续再进步 高雄轻轨今年三月平均日运量 较去年同期成长75% 不过三月的击查补票率 较去年同期却增加了19.8倍 高雄捷运公司研判 之前月台车上都可以刷卡 但是现在改成进出站刷卡 可能部分民众还不熟悉购票机制 会再加强宣导并且持续击查 民众就是在搭车期间 没有就是忘记刷卡 或者是说来不及刷卡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查票员 他会不定时不定期的 在各个轻轨的车厢内行走 那第一个是我们会宣导要进行 就是民众要进行查票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种 就是让民众可以有机会 再做补票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只要说在车厢上面 有被我们的查票员有查到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会先收一个 最高的票价是35元的部分 那目前的话呢 就是还是一样呼吁民众 我们在进到月台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刷卡机 就要进行刷卡 那下车的时候呢 也跟以前不一样 我们这次就是下车的时候 大家也要进行刷卡 这样你才知道说 你搭乘的里程是多少 那我们就会进行收费的动作 另外高雄捷运红线延伸线 将在六月通车到钢山车站站 届时将全面更新路网系统 高杰也借机针对各路线站民进行检视 确认将针对五座站民进行变更 并在六月钢山车站通车启用时 一并办理变更 目前呢因为我们的RK-1的这个 新的一个钢山的车站呢 即将要开通了 所以我们在现在自己的 原本捷运的这个路网的部分呢 我们有五个车站也将陆续的进行更名的作业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就是因应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交通局这边 他有做了一些更名的措施 然后进行一些委员 或者是说我们民众的一些票选之后 那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 五个车站的重新的更名的部分 那我们陆陆续续在现在的捷运的路网 还有我们轻轨路网的部分 也会进行这样子的这个车站的一些 高市牌更名的一些更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也要请民众多加的留意 那我们之后新的这个车站呢 就会有新的名称 为了更方便民众搭乘 高雄捷运在15日起也将事办轻轨 深夜加班驱肩车两个月 范围主要在里载内站到哈马新站之间 也是亚洲新湾区的观光路段 期满后再是搭乘率及沿线居民的反应 评估是否再续办 那因为有一些议员啊民众啊 他们有跟我们进行反应 说希望说我们可以再延长 我们轻轨的一个时间 营运的时间 那其实呢夜间他搭车的民众并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就是会试办一下 就是两个月的期间 我们试办了深夜的加班驱肩车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他的这个驱肩车呢 其实是在西万的车站呢 然后一直到我们C14的哈马新车站 这样子的一个区段好的部分 那我们是从深夜的12点38分左右 又开始从C1站呢 离子内站呢 然后就是开车 就是到达我们的C14的这个车站之后呢 我们会再折返回到C1车站 然后再进行收车回厂的动作 高雄捷运表示 事实的内容和方向将听取各方意见后 再做修正 更新站名和补票宣导的部分 也希望民众能够多提供意见 多加配合 高捷也会在便民服务方面 做上更多的努力 持续往前进步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高雄轻轨运量增加 为了缩短尖峰时间的班距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 已经行文给交通部争取经费 要增购14组的轻轨列车 不过目前停住的空间已经满了 新买的列车要停在哪里呢 高雄市捷运局评估 前镇轻轨机场和古山的马卡道驻车场 还有两处可以扩建的空间 房车小鸭活动期间 先行爆满人潮 但却出现民众想要搭乘轻轨 得等候一个小时才上得了车的状况 实在不方便 不只是活动就连平日上下班尖峰时段 要搭轻轨也常常都挤到爆 我的服务处在苏德加商轻轨站前面 上下班时间同学一样把这个轻轨站挤得水泄不通 那对大家来说就是期待了轻轨 盼望了好久轻轨成员 然后市府大力宣传 人流车流 然后但是它的搭乘舒适度跟体验度 非常非常的不好 终于高雄市长陈其迈说了 高雄市政府已经行文交通部 希望争取经费增购14组轻轨列车 期盼改善民众搭乘问题 那车厢我们的公文已经报到这个交通部 这个公文已经希望说能够增加 在购买14辆的车辆 那这个通勤的班次的时间 可以从10分钟缩短成6分钟 如此一来班距就能够从原本的10分钟 缩短到6分钟 但是目前轻轨停住空间已经满了 如果添购新的列车 是不是有合适的地方能够停放 经过高雄市捷运局评估 前镇轻轨机场和古山的马卡道 驻车场还有扩建的空间 那目前我们已经把这个 登购列车的修正计划 发到交道部去做一个登记 机场的驻车位置的部分 那我们出租评估目前的在 前镇的这个轻轨机场 还有这个古山的这个马卡道 驻车场这两个地方都还有一个 扩建的空间 那未来的话我们会配合这个购车计划 会再进行相关的这个 扩建的这个规划 计划要看交通部核定的状况 核定之后我们大概下了这个 下订单购车之后大概三到四年 可以交车 轻轨成员之后吸引不少民众搭乘 再加上高雄的大型活动不断举办 未来也可能持续迎接大量人潮 期盼透过购买轻轨列车 缩短班距 让搭乘的民众减少等候的时间 也能有更舒适的搭乘体验 接着潘志光庄收听高雄报道 有民众搭轻轨的时候 因为想要换座位 而不小心跌倒 骨折了 不过呢向高雄捷运公司反映之后 却得到无法获得理赔的回复 因为高捷公司表示 这是旅客的自行行为 对此高雄市议员郑光峰认为 高捷的理赔部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希望相关单位应该来做检讨 一名长者搭乘轻轨 在列车行进期间想要换座位 却不小心跌倒了造成骨折 不过这个意外向高捷公司反映后 却无法获得理赔 这造成他的肩胛骨 整个这个右手这个弓骨的骨折 那当然拇指也骨折 所以其实也恢复了很久 所以基本上是会造成这样的损失 都不是他自己愿意的 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这个是单纯的意外的损 意外的伤害 高捷公司表示 高雄捷运与高雄轻轨 都有依规定投保旅客运送责任险 以及公共意外责任险 但是这起事件 乘客并不是因为设备 或系统导致受伤 而是属于自身行为 因查证后 无规则于高捷之处 属于旅客自身行为 因此不在保险理赔范围 如果说他们规定说 他们规定说 没有赔的话 这可能是要市议会 或者是怎么去 去给他立法 要怎样 给他们 不然他说不理赔 他以法有去 他不赔 所以要改变他 我女儿在台北 在台北跌倒 捷运那是搭捷运 所以捷运跟轻轨不是都有同调吗 对啊比照 高校生员正光锋 就对保险部分提出看法 认为目前高捷的保险理赔 似乎有不足与不合理的地方 应该检讨保险理赔方式 来保障民众权益 高捷的保险 其实公共的保险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合理 而且这是自己狗无赛的一个保险 因为他只有两个条件 他才会愿意理赔 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轻轨的车辆 他有这样的故障 他才会理赔 第二个就是遇到天然的灾害 所以这两个条件的前提 其实根本就 这些民众去搭车 任何的意外 都没有办法符合公共民众的要求 轻轨行驶缓慢 应该是相对安全的交通工具 虽有长者不顺发生意外受伤 而且无法获得理赔 究竟未来保险的理赔是否该调整 以及如何规范 也都还有在相关单位讨论改善 借王仲凯 庄书庭高雄报道 高雄捷运RK1 高山站西侧基地土地开发案 完成评选 确定由达利建设得标 未来预计打造地下四层 地上二十三层的住商综合大楼 也会持续引入新的店铺等设施 期待开发案的效益 有外溢的效果 搭造一个三铁共购的钢山车站商圈 高雄捷运RK1 钢山车站西基地土地开发案 评选结果出炉 确定由达利建设得标 投资总金额上看二十七亿元 预计打捞出钢山在地的新地标 带动周边商圈的更新与发展 它已经完成评选的过程 那其实大家的规划内容 其实都非常的有创意 非常的优质提案内容 那比如说有分购的形态 那也有供购的这样的形态 那最后当然是由达利建设 来获得胜出去的这个投资权 新开发的西基地 具有三铁公共的区域优势 预计新建地下四层 地上二十三层的住商综合大楼 未来将会引进店铺 住宅健身中心 以及公投中心等设施 期望开发案有外溢的效果 重新打造钢山在地的新的车站商圈 这个部分我们期待跟最右申请人 后续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那为钢山地区能够创造 更好的一个地标型的建筑 那我们也期待说 会有带来一个战前商圈 形塑的一个外溢效果 这也就是所谓TOD 推动TOD政策 最主要的政策目的考量 这也是高雄捷运沿线第一个 三铁公共的联合开发案 紧邻台铁捷运 以及车站转运站 交通相当的便捷 预计有万卫钢山注入新的人潮 目前我们的联开案件 包含已经工程进行中的欧式案 那还有签约的这个欧式三 那以及今天 今天所探讨的这一个 RK1 在四个案件里面 RK1西基地 这个案件是目前第一个 具有三铁共购题材的联开表地 那它当然也是北高雄 大北高雄地区第一个联开案 钢山捷运的延伸历经多年 终于预计在今年6月完工启用 为高捷北沿打下第一个里程碑 带动了车站周边发展 也为在地带来了新的愿景 记者团军高雄报导 历经拆除抗议和自救 悬挡26年的前证第一公有市场拆迁案 在市议员陈丽娜在议会质询中 市府终于答复要履行市府的承诺 在原本的市场用地盖市场 还给摊商应有的权益 也让陈吉已久的市场拆迁案露出曙光 原地盖回原市场的部分 那这66加38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入驻 到我们的市场里面 在讨论过我们希望说 依据之前市府的这个承诺 来在旁边看市府先盖一个市场 真的还给我们的这个摊商 来供他们来进行一个使用 终于等到这一刻说出期待已久的答案 历经26年的拆除抗议及自救 悬挡已久的前证第一公有市场拆迁案 在议员陈丽娜的咨询中 市政府的答复内 终于说出要履行市府承诺 在原地重建市场 还给摊商应有的权益 历届以来从谢长廷市长到现在 其实每一任的市长都没有下定决心 要把市场盖回来 所以也导致了政府对于 这个第一公有临时市场 所有摊商的承诺就跳票了 那所以我们陆陆续续争取了十年到现在 那终于陈其迈市长首肯 要在这个原来的这个预定地 就是市场预定地上面 把公有市场盖回来 那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市场的 这些摊商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也非常的开心 我们也特别感谢陈其迈市长的决定 虽然在精华地段 但是呢还是能够顾及公众的利益 也把政府的承诺做回来 前镇第一公有市场原有108户摊铺位 除了流浪在外的38户 其余66户常居在市场 但在104年市政府取消临时市场资格后 已经所剩无几 而在听到市场拆迁案露出曙光后 自救摊商则希望市政府 能够真的履行承诺 还给他们居住和工作权 在我们来讲是一线曙光 从以前根本提都不提 根本就否定你 他否定的方法对外宣言是说 我们已经领了补偿金 这个完全是混淆视听 我们当初配合市府开中华五路 市府答应我们六年薪建 当初领的是特别救济金 及搬迁费 所以我现在呼吁陈市长 给我们住的权益 营业的权益 还给我们中间那么多年的 我们受害的损失的人都走了 这个都无法计算 从民国87年后 市场配合市府开路 迁居到现在的临时市场 上一代的老者几乎已经凋零 而第二代也迈入70岁 全当至今已经是26年 自救摊商希望市政府 在后续协调时 能给出具体方案 让市府和摊商能够获得最终完善的结果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高雄国宾饭店 洗灯之后将拆除改建为58层的大楼 但附近居民质疑 建设公司以为老改建的名义 提高了容积率 未来超高的建筑 恐怕会影响当地的交通和景观 呼吁要公开国宾饭店的结构安全报告书 疑点重重 疑点重重 国宾重建 国宾重建 应该公开所有的检测报告 居民与环团一同来到高雄环保局门口 表达出对国宾饭店就职重建的担忧 也提出了对饭店为老建筑评估的质疑 因为为老条例的奖励机制 让重建后的容积直接飙升 未来爱河河畔将会出现58层231米的巨大建筑 可能将会冲击河岸周边住户的生活环境与品质 109年9月的时候 国宾饭店有做过安全检测 那个时候检测它是安全的 然后它的危险系数才30 低于法定危险的标准45 但是在两年后 他们要申请为老奖励的时候 突然之间它的危险系数飙高到65.7 你会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突然间一个房子 本来是旅馆的时候超级安全 通过检测 突然之间它要都更要容积的时候 要这个36%容积的时候 突然间变成危险变成围楼 短短补刀三连 知名的老牌饭店突然成了围楼 让云先840%的用地容积 直接突破极限到了1142% 巨大的容积调长幅度 让原地住户只以为老重建的申请 是否符合法规 而且也担心 未来将会严重冲击在地交通 希望能够严谨规划 不要与在地的交通动线重叠在一起 市中路到河东路的中间 这一段几乎都是国民专用 结果他们现在重新盖的时候 把这个停车的位置 全部移到后面的国民街 那国民街已经有两栋大楼 现在目前就有500辆车子在进出 国民的车子预定是750辆的位置 750辆加上500辆 总共1250辆的车子要在那边进出 对我们周遭包括孟南一大楼 包括金城凯越 两栋大楼住户来讲 我们的生活品质会完全破坏 黄潭也呼吁 市府能够公开国民饭店的结构安全报告书 说明未老重建容器奖励是否合理 为什么短短几年危险细数就会飙升 而高雄公共局也出面回应 国民饭店的危险度评估分数 大于规定的45分 符合申请资格并无为物 经查本案为老重建计划书内 结构评估报告书 为台北市结构工程工业技师工会 所评估的结果 其危险度评估分数 大于为老重建的规定 符合申请资格并无为物 另外 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2条的规定 本局日前以韩文通知所有权人表示意见 后续也将依相关规定来办理 新的都市发展固然是好事 但可能也需要评估 是否会影响原地居民的权益 国民为老重建府合法规 合法战士是否合情合理 可能还需要多加研理与讨论 记者双军高雄报道 前几天受到封面的影响 高雄市下起瞬间暴雨 路灯也出现忽明忽暗的状态 高雄市议员林志宏要求市府相关单位 要及时向台电反应改善 以免因为强降雨造成驾驶人视线不佳 可能会产生交通的状况 随着云雨封面的南下 高雄市在25日一早也降下了滂沱大雨 由于适逢散班时间 市区交通顿时出现涌色状况 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对此表示 市区路灯有出现明暗不一的情况 为了避免大雨影响视线 降低通勤族交通意外的发生 希望市府单位在遇到强降雨时 要及早通知台电公司尽速因应和改善 第一个路灯就是台电在控制的 那公园的灯就是由公务局这边来控制 所以意思是说台电会看道路状况 要不要开灯 所以说今天早上比较按我们的同仁 就有联络台电 你的整个会影响到驾驶 所以说请台电把它放亮 我们发现说路灯部分亮部分不亮 有些路段它突然的路灯就打开了 那有些路段突然的路灯还是维持没有开的状况 甚至我还在路程当中发现说 有些公园的公园的灯是它是开启的 那有些公园它的灯是没有开启的 到底它的标准又是怎么样 它这个灯号的系统又是如何 其实都是造成民众很多的困扰 那我们希望说遇到这种雨势来临的时候 各项道路的这种灯号都应该要统一一致性 才有办法让民众做很清楚的道路指引 才可以让行车过程更安全 除了关心上班族通行安全外 林志宏对于中轮路上道路透宽工程 有民众质疑仅做一半 希望市府单位尽速做出间接处理 厘清私人用地产权问题 进一步将工程顺利进行 好解决来往当地居民的疑惑 让我们做道路适用的整形下来的时候 我好有办法去开坡这道道 工程做到一半之后 后半段要出入口的地方 变成还是原本的入浮 还是变现缩的状况 造成民众的满意只满意一半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满意 那我们后来再发现说 这个后面的道路涉及到 可能是农水属土地 可能是湿人地 但是湿人地主认为那不是它的土地 造成说这土地所有全人不明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工程上面呢 可以更清楚的 这个由这个地震局呢 启动见解 让工程规划可以更顺利 让民众满意度可以百分百 林志宏另外在咨询时 也向市府表示 市区中很多发掘到的历史文化遗迹 市府单位要加速研究规划 是否进行保存或诊件 好让更多市民大众 了解到地方文史的起源脉络 也看到城市发展的轨迹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道 全台首辆以交通安全为主题设计的 行动书车正式启用 将到各个图书分馆 国小和幼儿园 宣导道路安全教育 行动书车车身外的彩绘 也结合了行人庇护导等 交通安全指引设计 期待能够透过阅读 将人本交通的理念 传达给每个用路人 在舞台上 和提快乐剧团的成员们 透过有趣的行动剧 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让台下的大小朋友 也看得相当开心 这是人本交通行动图书馆的 首次启用仪式 这辆书车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高雄市交通局和市立图书馆 联手打造 车身外的彩绘也结合 行人并护导等交通安全设计 藉由车内装载的书本 将交通安全和人本交通的知识 传达给每个学通 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从111年合作 这个是113年 哇 今年看起来阵仗更大 对 我们除了第一期 把绘本做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家有行动图书馆 有各份馆的展览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行动车 哇 一看 刚进来看了好久 我觉得小朋友好棒 有机会看到一台阅读车到处跑 然后我们还有非常好的剧团到学校里面去 行动书车的话 其实我们有图书馆来休息国内外 相关跟交通有关的相关的交通汇本 那包括交通安全汇本 那我们希望透过图书馆的高中市 总共有60间分馆 那还有其他地方 比如说一些幼稚园或是机关学校 那行动车车可以到那里去 然后让很多小朋友来接触 来了解说有关交通安全的相关的知识 那因为他们也会搭配故事妈妈 来做一些道案的宣导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向下扎根的道案宣导计划 在活动中 幼儿愚人的小朋友也和现场嘉宾 分别组队比赛 透过闯关小游戏 来认识各种幼路人的正确观念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能在游戏中 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来学习交通安全的知识 而吃假飞银地幼儿园的园长也表示 期待能透过说故事和游戏的方式 让交通安全议题走入校园 让每个孩童都能从小就建立正确的幼儒观念 我们学校在落实孩子的交通安全概念底下 很重要就是说孩子他真的要懂 而不是只是给他知识而已 所以我们的老师他会透过绘本 也就是说我们会说了很多种不同 跟交通安全有关的绘本 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有了一点点的概念之后 那老师们在小组的时间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透过影片的方式 再让孩子再把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再重述一次 然后最后老师们就会开始跟他说 那如果我们要用演戏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要用闯关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设计 我们想要做的活动 无论是交通安全或是人本交通 都是现在非常受到重视的议题 而既有行动图书馆 戏剧及游戏的方式 让每个孩子们透过多元的方式 了解人本交通的理念 在未来都能成为具有良好用路观念的 交通小达人 记者王仲凯高雄报道 高雄左营的莲池潭生态丰富 有许多动物栖息在附近 但是在环潭路一带 却有许多汽机车经过 导致乌龟被陆杀的悲剧 左营为北里里长为此向市府反应 并且争取到特别的警示牌 希望经过的民众能够减速慢行 创造动物友善的生活空间 高雄左营莲池潭具有优美景色 同时也有相当丰富的生态 是许多观光客会 特地前来朝圣的好所在 然而在莲池潭的环潭路一带 却经常有乌龟在经过马路时 惨遭露杀的惨剧 让许多当地居民与里长 看了都相当不舍 里长也因此决定向市府反应 争取特殊的警示牌 莲池潭的乌龟 每逢四至六月 都会有乌龟上岸 来产卵 如果下大雨 也会有乌龟上来 造成这个市场都会入沙 看了很难过 几斤向市府反应 也来入看了几次 后来就由我们这个市府 来安排 来做我们这个牌子 那个牌子也是我和洋公处 一同土腾设计规划 里长也提到 自己与里民都有多次救援乌龟 以及协助移除遭鹿杀的乌龟经验 但在受制警示牌过后 乌龟遭到鹿杀的情况已经有大幅改善 民众对这个警示牌的反应也都相当良好 这是正确的啦 因为是那个 这个生产生的动物 我们也要照顾 大家开车或是骑车慢一点 小心乌龟出入 叫大家要小心 不要把他告到乌龟 为了友善动物 我在此也呼吁 不论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 行进我们环坛路 或者是连坛路 乃至我们连池坛周遭的市民朋友们 用路人 请注意 这有乌龟出没 小心驾驶 在这里也很要很感谢 陈美建议员 还有我们的养工处 以及我们的观光局 大力的协助配合 让这个案子 能早日来促成 来改善 已经升级为国家风景区的连池坛 丰富的生态也是一大亮点 里长未来也希望观光局等局处 共同评估 设置让乌龟方便产卵的沙洲 能更积极避免陆沙发生 同时也能成为友善动物的观光景点 记者朱敬王 仲凯高雄报导 高雄春天艺术节 这个月邀请来自巴西的光影剧团 来到高雄演出 透过光影的完美结合 打造当代的皮影戏全新体验 而六月份也接力 推出了美国艺术大师的 魔幻奇观剧场 欢迎观众一起到文化中心 来一场国际艺文响宴 光影交错之间 美人鱼的身影在布幕后呈现 这是来自南美洲巴西的 卢米亚托光影剧团 在亚洲首次登场演出 就献给高雄春天艺术节 以巴西当地原著民族的 神话传说故事为发想 讲述印第安人与人鱼之间 相遇的故事 是完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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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女的方法 还有男的方法 还有男的方法 和女的方法 我们是一群的方法 然后是完美的方法 和閃電影拍攝 因為女人是暗的 女人是暗的 暗的 也會暗的 整部戲幾乎沒有台詞 靠的是表演者操控庇佑與燈光 影子的完美結合 將故事完整呈現在觀眾面前 表演者用一年的時間 手工打造布景和戲偶 透過沈浸式的體驗 讓觀眾對於當代皮影戲 有全新的體驗 我們在一年製造這些東西 我們製造的拍攝 我們建造的拍攝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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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的 作詞 它是原本的作詞 還有音樂 我們在製造的音樂 我們在製造的音樂 這就是一年 的工作 我們一起製造的 所有的東西 光臨 然後照片 照片 照片 都在我們的手上製作 是手工 好看 我剛剛看到樹的鳥 以傳統我們看到的品隱系來講的話 我們會比較看到的是它是用吊著的 那吊著的方式去操作 那他們這個的話 他們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操作方式 跟不一樣的應該是說工藝 工藝的不一樣 所以會讓我們覺得說 其實不是只是單純可以這樣子操作 我們還可以用另外這樣的方式 然後透過其他的聲光效果 去做到不一樣的感受 去年時候我會想要你過 想要我看我們團 這團剛才我所看過的那些都結合起來 亞洲隊首次登場就來到熱情的高雄 一連兩天在高雄三場的演出 也讓兩位表演者對於高雄的熱情 與城市之美有了深刻印象 我們感覺很開心 非常興奮 我們走在街上 高雄春天藝術節每一年都為觀眾準備多元豐富的藝文表演 今年已經邁入第15個年頭 除了4月的盧米亞托光影劇團之外 6月將由美國藝術大師米娃馬崔克的幻影宇宙接力演出 結合動畫與光影打造魔幻奇觀劇場 6月15日在文化中心智善廳演出 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感受劇場的奇幻之旅 記者周福晴劉衛廷採訪報導 現代人重視養生想吃的精緻一些 但是要有飽足感才不會一下子就餓了 那麼該怎麼辦呢 今天我們就來推薦這一家 位在南子區的燕麥專賣店 老闆在餐點裡頭加了燕麥 而且菜色選擇相當多元 就是希望大家在講求均衡飲食的同時 也能夠吃得開心吃得安心 大火翻炒 將顏色炒至金黃色且粒粒分明 咦 這一鍋並不是炒飯 這一粒粒看起來像是白米的 其實是燕麥 老闆把白米飯替換成燕麥了 這裡是位在南子區的一間燕麥專賣店 不管是主食類或是飲料類 都能看到燕麥的身影 炒燕麥它本身的話 它的特色是這樣 就是它的概念就是炒飯對不對 我們原本的米食 我們全部都要把它改成燕麥 那整個餐點的話 大家吃起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在口感上 燕麥它本身它是有一個咀嚼度 它自動就幫你矽焦慢燕了 所以你吃飯你不會狼吞虎燕 所以平常有那種習慣吃飯 喜歡爬飯爬速度很快 其實那個 這樣子吃的話 其實對身體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 矽焦慢燕的話 你習慣這個久了以後 以後你吃東西真的會矽焦慢燕 因為在我身上就是這樣子發生 因為我幾乎天天吃燕麥 然後我吃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也是矽焦慢燕 就習慣就矽焦慢燕 除了炒燕麥是這裡的人氣商品以外 店裡另一項老闆推薦的 是這碗滑蛋豬肉燕麥 稍微勾籤過後的滑蛋 配上Q彈口感的燕麥力 健康又飽足 滑蛋的做法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 就是說承襲剛愛的就是說 我把燕麥去替代米 所以我們在吃 我們之前有吃燕麥嘛對不對 所以滑蛋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 燕麥裡面的米飯 換成燕麥 那我們當然在食材調配上面的話 就是說 我就不要去用那個加工食品 比如說火腿那個我就不用 對 就盡量都是用原型食材 下去做 對 那滑蛋的話當然就是 天氣稍微涼意的時候 吃起來暖呼呼的 其實口感還蠻好的這樣 除了研發燕麥類的主食 經營飲料店出身的老闆 也保留了當時 就有在販售的燕麥飲品 希望大家在喝飲料的同時 也能喝得更健康 也讓更多人有機會 接觸到燕麥 進而喜歡吃燕麥 那時候就是市面上 沒有人在賣燕麥鮮奶茶 我是2015年 剛開始開店就有了 但是沒辦法 我們店小嘛對不對 就是 但是就是 最後就是說其實忙 一直忙的時候 都是做幾個熟客 有時候就是說 他們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但是 是因為可能 從其他的飲料 比如像 比較常銷型的珍奶 然後慢慢建立取顧客 然後顧客才會看說 有這個東西 不然來喝喝看 結果沒想到喝著 就是說 怎麼燕麥可以做成這樣 所以我們的燕麥奶 才一直延續到現在 到現在目前為止 雖然說 生意已經不好經營了 但是還是有人在買 大家還是有習慣喝飲料 如果說喝飲料 習慣能夠改掉 就我現在而言 我是覺得說 喝飲料的習慣 慢慢改掉那是最好 但是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它有一個過度級的一個產品 可以讓它慢慢 把那個甜度給降低這樣 老闆用心在推廣燕麥這項食材 只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到 原來燕麥還可以這樣吃 在講求飲食均衡的同時 吃得健康以外 更要吃得飽 記得周福慶 如荫家高雄報導 接下來提供您 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訊息 在講求飲食均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我是赖昌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高中同学阿花传讯息给我的 快点看一看 你们又要开同学会了吗 赖好友辅助认证 女儿啊 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用 阿花说要帮她用这个认证呢 赖好友辅助认证 哪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诈骗啦 怎么可能 这个照片是阿花没有错啊 妈 赖才没有这个好友辅助认证 如果你傻傻点这个 就会被引导到诈骗网页 窃取你的个资和密码 还有